阿拉伯克斯 美國表示希望幫助伊拉克政府 抗擊激進分子 這些激進分子最近佔領了 伊拉克安巴爾省的 費魯捷和其他地區 華盛頓正在加速運送 大約100枚地獄火空對地導彈 戰場浮空器和大約10架 小型無人駕駛飛機 五角大樓發言人 美國海軍中校比爾斯畢克斯說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增加 伊拉克軍隊的能力使其在 抗擊基地組織的鬥爭中 掌握強有力的掙扎和情報能力 不過只能打擊具體目標的 地獄火導彈 以及玩具大小的無人機的威力 遠遠比不上伊拉克政府 長期請求美國支援的坦克 和阿帕奇直升機 美國對馬利基政府使用強硬手段 對付政敵的做法也感到不滿 全球安全分析員蒂姆·布朗說 華盛頓對馬利基政府缺乏信任 不願意提供威力更強大的武器 美國擔心伊拉克政府 在沒有恰當指導和訓練的情況下 可能會濫用這些武器 或者是不小心出事故 或者可能用這些武器對付少數族群 所以美國有這種擔心 要嚴格控制這類技術的使用 伊拉克駐美國大使盧克曼·菲利說 他正在努力說服美國領導人 送交更多武器裝備 我要向國會和其他方面提出的 關鍵問題是 伊拉克究竟是不是你們的盟國 如果是 那麼我們就必須享受盟國的待遇 如果不是 那我們需要做什麼才能成為盟友呢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 安東尼·科德斯曼說 美國需要馬利基政府做的是改變行為 這不是基地組織重新抬頭的問題 這是一個越來越高壓和專制的政府 以及長期性的日益嚴重的濫用 安全部隊問題所引發的更為廣泛的反應 美國官員說 僅靠武器設備無法解決伊拉克的問題 美方正在採取整體化的做法 即包括軍事援助 也包括在部長一級 向伊拉克官員提供諮詢和培訓 美國排除了向伊拉克 派遣作戰部隊的可能性 不過自從美軍2011年撤走之後 美國駐伊軍事顧問人數不斷上升 已達到200人 美國之音記者雷露斯五角大樓報導